这是一个能让你实现用电自由的锋利发电机 而制作它的方法非常简单 成本还低廉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乡村手工人频道 昨天 我给大家分享了一款用废旧洗衣机 电机制作出来的发电机 并且用柴油机演示了发电的全过程 但是很多小伙伴看了后 觉得说用汽油来进行发电 成本太高了 有没有低成本一点的发电机 那么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纯锋能 制动的发电机制作方法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保存起来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主要材料 是一辆废旧的平衡车 这个平衡车是从废品市场看到的 老板看我长得比较帅就把它送给我 首先我们要来拆下这个平衡车的轮毂 有四个内六角的螺丝 把它们都拧出来 然后把线拔掉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平衡车的轮毂 现在把这个轮毂的外壳也给它拆卸下来 然后把里面的定子线圈取出 再把轮胎的圆盘给它盖回去 然后用笔记卡尺画上记号 画好之后再把圆盘取出 拿到机器的下方 对着我们做好记号的位置进行打孔 这里只打三个孔就行 打出来的孔要与我们准备好的螺丝相吻合 接着找来一块金属面板 厚度大概是六毫米左右 先用开孔器给这个金属反开一个孔 然后拿来轮胎上的圆盘 套在这个金属面板上 用笔沿着圆盘画一下记号 几个孔位也同样做上记号 随后按照画的记号 切割出一个圆盘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